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如今直接变成了Cunkat 最新的热力值排名也已经出炉 只能说这节目是真的糊了 大多数人应该没有想到 余文文居然成了该节目的唯一数据担当 本期这火星电台合唱的一首《推开世界的门收获热力值30407》 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低的 但是它就是第一名 我特意看了一眼QQ音乐这边的数据 在听人数仅830人 而就是这样的歌曲 成为了时光音乐会本期数据最好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张杰和邓紫棋 两位目前都是乐坛的头部歌手 张杰和杨和苏合唱的下一段旅程 累积了力值9421 歌曲时时在听人数同样非常糟糕 近1260人在听 这个在线收听 完全不是我认知中的张杰了 它的听众数量还是挺多的 按理来讲至少应该在6000以上才对 邓紫棋平行世界总乐力值仅2823 不过考虑到歌曲并没有上音源 所以这里就不过多探讨了 总之 综合以上我们能够看出 本季节目不仅仅是歌手糊了 可以说是节目也糊了 完全没人看 按照笔纸的推测 到收尾的时候 节目组方面估计就该意识到 时光音乐会不能有下一季了 那么明明有助不错口碑的时光音乐会 如今会糊呢 首先是节目组的选曲问题 目前主流的歌手们在选曲的时候 都没有选择去演唱当时市场主流爆款 小爆款 基本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自己的歌 这种选择是不太合适的 本来时光音乐会就是翻唱音宗 此前的很多爆款都是靠翻唱制造的 我还记得以前的预可为林志炫 他们无疑不是靠主翻唱出圈 除了选曲 还有选人 今年节目主打的是老友记 这就导致节目出现了一个巨大问题 原本阵容是张杰 邓紫棋等歌手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后面随着邀请的老友一个个加盟 就会节目看点太少了 从一开始到最后 除了营销青春火了的TAC 嘉宾几乎毫无亮点可言 时光音乐会的整体赛制是非常无趣的 由于没有PK存在 所以节目的唯一看点就是听歌 然而节目在听歌环节中 还夹杂了很长的游戏环节 这是既不讨好总义观众 也不讨好音乐爱好者了 导致的结果就是诸如相比者这样的受众 直接去看科特会更合适一些 这节目如今是挽救不了一点了 因为一开始都没有吸引到听众 后续只能靠歌手制造爆款来增加节目观看量 音乐数据下降 原因不仅仅在歌手身上 平台也同样重要 作为一档制作不差的音乐综艺 时光音乐会做错了非常多的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